OK,哈囉,晚安 今天終於有時間在9點直接直播了 要不然真的是忙到 前兩次都是在晚上11點多 快12點才直播 差一點就破了我自己的承諾 每天一定要直播 那今天又是我所之前預言的 我說應該是Android Pay Google的Android Pay應該在六七月就開始發行 那今天他已經正式發發表聲明了 說他六月一號正式發行Android Pay 那上次講的Samsung Pay Samsung Pay是在五月二號開發說 Samsung Pay已經在台灣發展出來 晚支 晚安娜 我學生在我旁邊幫我加油 OK 那上次說五月一號 那是他延到五月二號說 Samsung Pay正式發表了 可是到昨天 昨天的時候 五月二十三號的時候 他才正式啟用Samsung Pay OK 所以 看一下 我現在用我的另外一台筆電 不好意思 因為我在兩台同時直播看我自己的畫面 他還是有一點 有一點Lag OK 那所以你們看我的畫面應該也是有點Lag 吧 那 Samsung Pay是在五月二十三號正式啟用 那Android Pay呢 Android Pay是在Google已經發出邀請函 邀請人說他會在六月一號正式啟動 然後邀請人裡面已經有邀請一些人去參加台灣 Android Pay的啟動一個說明會邀請 那這個說明會裡面有幾個比較有一點競爭性的味道在裡面 第一個是到現在為止 我們上次看到Apple Pay 一開始是七家銀行 七家銀行跟他做配合 七家銀行 然後第二個 Samsung Pay出來的時候也是七家銀行跟他配合 也是七家銀行跟他配合 然後只有其中幾家不一樣 然後這次Android Pay呢 Android Pay這次是有多少家會配合 Apple配七家 Samsung配七家 那你那個Android Pay幾家會配合 OK 兩家 呵呵 兩家不是二十家 是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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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國信託跟第一銀行 終於 終於 終於第一銀行 這個光股銀行終於也加進來了 OK 這樣他跑的有點慢了 那這三個 Android Pay Samsung Pay 然後 還有 還有 Apple Pay 其實 可以看得出來現在 對於這種 第三方支付 數位金融 數位支付這一塊 其實做得最認真的 最積極的一家銀行 可以看得出來是誰 中國信託 中國信託 所以在這三個 的第一波開放名單裡面 中國信託都有 中國信託都有 可是我對中國信託有一點 不是很好的感覺 沒有 上次跟他借錢他不借我 開玩笑 OK 那中國信託在這一次 這一波的裡面 他做的是 其實是真的 蠻積極的 他自己他們的總經理也出來講說 他們在這一次的 台灣的數位金融這一塊 他們是 真的跑贏了 而且是 他們是浪利 他們是浪利 而且是真的是 以 以 用一點 好像在 做 沒有獲利的方式 在做 做行銷 他們看的是後面 他們會來更大的市場 因為 你讓使用者一多 你拿到數據多 你可以 接觸到客戶是多 因為現在我們講的 在現在這時間點 現在這世代裡面 現在這公司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 不是你現在賺了多少錢 而是你現在擁有了多少 客戶資料 你以後可以掌握的是多少 客戶資料 這才是你的營運重點 所以 中國信託看到的是這一點 他以後能掌握 多少的客戶資料 是未來他的 身材的管道 所以他在第一波台灣 已經 看了中國大陸完成這樣子 他知道 台灣人已經非常 非常渴求這種 線上金融支付的 這種模式 所以他在這個起先點 他其實 用了很多盪力的模式 讓這些公司 Samsung Android Apple 這些公司 獲得更多的利潤 但是他就是為了要搶 台灣人的第一塊市場 第一塊市場 所以他弱了很多努力 所以我們也要跟他拍拍手 真的 要跟他拍拍手 OK 那今天講的就是 Android Pay 在 在6月1號正式開始 然後他裡面我剛剛講的 只有兩家 就是中國新桌 跟第一銀行 已經先開通 會先開通 然後再來一個 玩偽的點是 他在邀請台灣的一些 手機製造業者 邀請了華碩 邀請了HTC 邀請了中華電信這些 但是他就是沒有邀請Samsung 為什麼 因為Samsung剛開出來 兩個之間有競爭 所以他也不想 不想 讓Samsung來這邊也在 也在怎樣 宣傳他自己的Samsung Pay 這兩個之間有競爭關係 只是 Samsung手機裡面 也可以用Android Pay Android Pay Android手機 不能用Samsung Pay 因為他不是Samsung手機 所以這兩個之間 還是有 還是有一些餘量清潔 所以那不管 反正 現在有這些進來了 得利的是什麼 是我們消費者 因為越來越方便 然後你會注意 你會再看到這些人 你真的要去用 因為現在用是什麼 是最好的時間 為什麼現在用最好的時間 因為 你會看到你捲訊 從來發送 你現在去買什麼 又打折 買什麼又打折 買什麼可以折扣五塊 買什麼可以折扣五十塊 買什麼又可以送你一百塊 真的 我用的Apple Pay 已經獲了 獲得什麼 買了一杯 一杯星巴克 他送我一杯星巴克 買了第二杯星巴克 他給我折價三十塊 真的 所以我買星巴克 比別人便宜 真的 真的 不便宜 拜拜